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拜赞美神 我们要用 我们也要来听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呢 是非常的重要 Amen 所以呢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神的话 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我们有了神的话 我们才能够正常的成长 Amen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神的话语 让我们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 赞美你 主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神你的话 主啊我们这个时候 预备我们的心 让圣灵你亲自的借着你的话 来教导我们 借着你的话来装备我们 使到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话 借着你的圣灵能够被提升 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来认识你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啊将这个时间 求主耶稣你亲自的来掌管 亲自的来分别为圣 让今天所讲的 我们当中所听的每一位 都能够因你的话来认识你 谢谢你主耶稣 将这个时间完全的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那么呢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是什么 被十字架 OK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十字架对我们来说 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我们知道呢十字架 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有看到 有几种的人被十字架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种人 主耶稣看到世界上人的问题 世界上人有什么问题 当亚当笑瓦犯罪了之后 世界上人有什么问题 因为罪的缘故 大家都怎么样 活在罪中 所以呢因为罪的缘故 大家都活在罪中 那么 圣经有告诉我们 若是我们犯罪 罪的公价是什么 死 对了 罪的公价就是死 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若是我们人 活在这个罪中 这个的结果 这个的公价 就是这个结果就是什么 死 这个结果就是死 所以呢 耶稣看到我们世界上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有罪 若是罪不得解决的话 我们都要死 所以耶稣看到了 那么耶稣怎样做呢 OK 在彼得贤书 耶稣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在彼得贤书第三章十八节 这里说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被自食 按着灵性说 他互活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耶稣看到我们人类的问题 他没有说看到这个问题不理 耶稣怎么样 耶稣爱我们 看到我们人类的问题 看到这个罪的问题 他说我来 我来为你们代替 你们的不义 这个罪呢就是不义 主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OK 他是一个义人 他愿意看到人的需要 他愿意 他这个有义的生命 愿意来为我们代替我们这一般不义的 所以呢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什么 别人的罪 主耶稣因为你跟我的罪 主耶稣自己本身是没有罪 但是他因为你跟我的罪 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 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 而死 所以呢 这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看到第一个十字架呢 就是耶稣为了你 为了我 不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你 为了我的罪 愿意为我们 背十字架 愿意为我们死 使到我们的罪得赦免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蒙恩 因为有十字架 我们能够承受神的永生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背这个十字架 我们一切这一些 有罪的人 罪得赦免 我们能够诚意在神的面前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来看 因为耶稣爱世界上的人 他愿意为我们背十字架 耶稣看到我们的问题 解决我们的问题 为我们背十字架 所以呢 我们来看圣经讲到背十字架是什么 就是受苦 背十字架就是受苦 耶稣为了你的罪 我的罪 他愿意受这个的苦 上十字架 是享受还是受苦 你看耶稣 耶稣他为我们背钉十字架 在这一个为我们背钉十字架的过程中 是不是受苦 是 他怎么样 他要背顶十字架的时候 被鞭打 被钉 都是为了你跟我的罪 所以呢 这一切呢 都是受苦 钉十字架是受苦的意思 也是放下的意思 放下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为我们 为了要救我们 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为了要除去这一切的罪 所以呢 他愿意的放下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他本有神的形象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吸取 反倒吸取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他愿意放下他的地位 愿意放下他这个的权 他愿意 为我们死 钉在十字架 所以呢 这个的死呢 这个的放下呢 就是死亡的意思 你知道吗 在以前 他们被十字架 OK 被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的 一个刑法来的 是一种的刑法 那么当一个人被判死刑的罪犯 他会怎么样 他会这个罪犯呢 会被折磨被鞭打过后 他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 走到刑法的这一个的地方 然后呢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跟羞辱 但是耶稣看到我们的需要 他愿意付这个十字架 他愿意背这个十字架 愿意放下他原有的权力 愿意为你跟我而死 所以在加拿大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呢 耶稣已经为我们 耶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信信神的儿子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爱我为我舍己 他爱我为我舍己 耶稣爱不爱我们 爱爱我们到为我们使 愿意受一切的苦 为了你为了我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平安 今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 都是耶稣为我们背了这个十字架 阿们 所以我们要感恩 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能够罪得圣灵 我们心中天天要感谢耶稣 阿们 若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 这个罪的问题在我们里面 得不到解决 我们将会面对死亡 哈利路亚 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神 OK 好我们来继续的看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 为了拯救罪人 脱离第一的审判 舍命在十字架受苦 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使到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了 耶稣走被十字架的这一条的道路不是享受 乃是痛苦 乃是舍去 乃是受苦的意思 我们来看经文里面所说的 耶稣为我们死 为我们放下 在马太福音 第26章38到39节 我们看他上十字架的 这一个受苦的 这一个的过程 他为了你为了我 愿意背 起十字架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 要他们和他一同警醒祷告 因他心里甚是忧伤 肌肤要死 我父啊 赏乐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这是 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做什么 要上十字架之前做什么 有没有叫 哎门都来请我吃 我为你上十字架啦 有没有 没有啊 他怎么样 他来在科西马里人祷告 他心中非常的忧伤 他知道上十字架 不是一个享受 上十字架 背十字架 是一个痛苦 他需要放下他的感受 放下他的情绪 放下他一切所拥有的 走这十字架的道路 没有放下 他走不到十字架 所以他放下 他走十字架的道路 他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知道你的旨意 是要我上十字架 但是可以不可以 若是可以的话 叫这个杯 这个苦杯离开我 但是 郭达说 你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这个是他在科西马里人的 那一种的挣扎 那一种 他知道自己要走 这个是要受苦的 那一种的挣扎 所以呢 耶稣愿意 为我们 走这一个 背这个十字架 在马太福音 我们再看 耶稣的例子 二十六章 五十六 跟七十四节 当下门徒都离开他 逃走了 彼得就发 咒启示地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历史基就叫了 你看 你看耶稣来到 这个的十字架 来到这个的世界 拯救我们 跟他在一起 三年半的 这个 谁来的 不认耶稣 谁来的 谁啊 彼得 跟他三年半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分享 到处在一起 到他被卖的 最痛苦 被卖的时候 他不认耶稣 若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 跟你在一起 到最关头的时候 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认识这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谁 所以你知道吗 那种被拒绝 被好像 被拒绝的 那种的痛苦 他 被钉 十字架的痛苦 而且 被这一个 他的门徒 在那个时候 不认他的 那种的痛苦 耶稣有没有说 你们这样对我 我为你们死 不是我的罪 是你们的罪 我为你们死 你们对我这样 我就不救你们 有没有 没有 他还是 致死忠心 继续的走下去 接下来我们再看 耶稣 还放下了什么 在马太福音 第27 28到31节 他们给他 脱了衣服 穿了一件 珠缝式的袍子 用经济编作 冠冕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 围纸 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戏弄他说 恭喜 犹太人的王 又吐脱沫在他脸上 那围纸 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钉死之家 你看 他还没有死之前 还被人家戏弄啊 嘲笑啊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跳下来了 那么他们吐口水给他 穿上这个的袍子 你是王吗 你说你很厉害吗 嘲笑他 而且又怎么样 将为止 打他的头 戏弄他 他原本是一个 没有罪的人 但是 他遭受到 这一些的侮辱 他遭受到 这一些的嘲笑 他愿意放下 他的情感 他愿意放下 他的怒气 他可以打回他们的 但是他愿意的放下 那一种的伤痛 他愿意的放下 马太福音27 46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当主耶稣被钉死之家 要断气的时候 他跟神讲什么呢 他说 神啊 你为什么离弃我 当他要离 他要断气的时候 他一复 隔离的那种 撕心裂肺的那种的痛苦 他愿意付 他愿意为你跟我 付向这个的十字架 所以 被死之家呢 我们被 耶稣为我们 被死之家 就是 愿意的 放下 他的情感 放下 他的感受 放下一切的痛苦 放下一切 他所遇到的 一切的困难 而愿意 为我们 死在 十字架上 这个是 耶稣 被的 十字架 那么今天 我们信了 耶稣 我们也要 被十字架 我们第一个 看到是 耶稣的十字架 现在我们看 我们的十字架 OK 那么我们 要由 我们 信主呢 由老我的生命 要进到 属神的生命 那么 在这一个 过程当中 我们也 必须要 被 十字架 你不 被 十字架 的话 你还是 坚持 你老我的 个性 你永远 不能够 有 属神的 生命 我们来看 现在到 你跟 我的 十字架 OK 耶稣 已经 我们看了 现在看 我们基督徒 的 十字架 OK 我们来看 我们的 十字架 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也 要有 一个 属 主事的体系 就是老我很强 每一个人的老我很强 我们还没有信主呢 我们都 我们的生命呢 都是老我 都是非常的骄傲 不认识神 OK 我们要做什么 就说 我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OK 我们一有 这样的生命 我们 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 必须要 被 十字架 然后 我们才能够活住 属神的生命 所以呢 有 属事的体系 进到属神的 体系的过程 我们 必须要 舍己 背 十字架 就好像 经文在 路加费音 第九章 二十三节 耶稣 又对 众人说 若有人 要跟从 我就要 怎么样 舍己 什么是舍己 刚才我已经讲了 耶稣舍己 放下 放下 他的感受 被人家 骂 被人家 讥笑 被钉 十字架的 那种的痛苦 那种的感受 被拒绝的 那种的感受 被隔离的 那种的感受 所以呢 今天 我们要从属世 有老我的生命 要有属神的生命 我们也必须要 背这个十字架 就是我们愿意舍己 放下我们的感受 放下我们的权力 放下我们的地位 放下我们的一切 自我的 那种的个性 天天背十字架 不是偶尔背 是怎么样背 天天背 他的十字架 来怎么样 来跟从耶稣 所以呢 我们今天相信了 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耶稣我们背了 现在我们要背了 OK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需要 背十字架 OK 好我们继续的看 这是基督徒的 十字架 我们用圣经 旧约的 那个 例子 我们来看 这个背十字架 基督徒的 十字架 我们来看 埃及从 这些伊斯列子民 从埃及这个地方 一个受苦的地方 一个被 在埃及里面 伊斯列做什么 伊斯列人在埃及做什么 做苦工 被鞭打 被必要工作 从那个埃及 这一种的 属世的那种的体系 他们要进到迦南 神祝福这一块地呢 他们要经过哪里 旷野 经过旷野 这个的旷野是什么呢 就是说 埃及就是 属世的体系 老我 属这个世界的体系 我们要背 要舍己 放下我们自己的 感受 放下我们自己的 这个权力 我们才能够 进到属神的体系 在这之间 这个旷野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呢 在 这个 伊斯列子民 从埃及 要 到了这个的旷野 他们有没有 受到许多的苦 有没有 他们有没有缺乏 但是他们 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埋怨 他们埋怨 他们骂摩西 为什么带我们来到这个旷野里面 其实旷野对这帮伊斯列子民 是一种信心的操练 是一种爱心的操练 也是一个盼望的操练 但是我们看到 这些伊斯列子民在旷野的时候 不断的埋怨 不断的怀疑神 他们老我非常的大 所以 他们有没有到迦南 伊斯列子民 从埃及出来 这一般 从埃及出来 这一般人 有没有去到迦南 有没有 有没有 只有谁去 只有耶稣亚跟迦勒 跟那个旧的那一代全部死到完 只有耶稣亚迦勒跟那一般 就是说老的那一代死完了 年轻那一代进到这个迦南地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这个旷野 他们不愿意的付这个代价来背 这个的十字架 所以呢我们今天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我们在这改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背十字架 我们来看 老我大 问题怎么样 问题大还是小 老我很大 很骄傲 老我很大 问题怎么样 大 十字架大还是小 大 十字架也大 OK 来我们来继续的看 若是我们老我很大 我们里面充满着骄傲 我们充满着这一种的 老我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那一种的心态在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充满着怀恨 妒忌这些是老我的生命 苦毒 忧虑 自私 贪恋 骄傲 懒惰 还有许许多多 在我们里面 我们老我很大的话 若是你心中有这样的怀恨 妒忌 贪恋 忧虑 然后这个老我 我们这种的态度 老我的这种的个性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进到上帝祝福的地方 我们的生命将会在旷野好像这一般以色列子民一样 都会死在旷野里面 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识 我们要自私他 我们不要让自私一直在我们里面 贪恋 妒忌 你老我大的话 你到哪里都有问题 若是你改变你自私你里面的老我 你的生命慢慢的成长 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慢慢的成长 那么你呢 在就没有问题的 OK 你去到哪里 跟人家合作 或者是你去到哪里 那么你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的个性 就没有问题了 OK 老我死了 我们就怎么样 没有痛苦了 因为老我 在属世的体系 是非常的痛苦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里面 还有充满着许多的自私 怀恨 骄傲 孤独 惧怕的话 在我们里面 那么我们里面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使到我们的 关系破裂 老我强的人 关系好不好 他心中充满的自私 充满着苦毒 充满着那种的忧虑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这种人很难相处的 OK 很难相处的 关系会破裂 还有呢 会有当中会有 妒忌 会有纷争 会有争权多利 会假冒为善 这个就是 老我强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 如果是他不致死 老我的话 让他在我们里面 无论你去到哪里 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会带来 许多的问题 阿们 所以你不要觉得 哎呦 为什么他信主 还是这么多问题 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虽然是信主 他还没有活住 基督的生命 这个生命还在 老我的那个阶段 所以呢 他都会有 许许多多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接近他呢 就是一大堆的问题 OK 好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相信了 耶稣基督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呢 每一天被十字架 OK 每一天被十字架 说我们每一天 要放下我们自己的 那一种的感受 造神的话 使到我们能够 治死我们的老我 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比如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饶恕人 比如说我用这个例子 圣经说你要饶恕人 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怎么样饶恕 你说我很难饶恕 我不能够饶恕 你要我饶恕 那个得罪我的人 我很难饶恕 所以呢你的生命 还是天天在改变 看到那个人得罪你 你就开始不能够饶恕了 OK 那么你不能够 一直在这样的阶段 你要成长 要怎么样成长呢 就是你必须要 开始怎么样 开始靠神的能力 OK 放下自己的意识 去饶恕那个人 你说饶恕 便宜了他 他得罪了我要饶恕 便宜了他 你必须要放下你的感受 你要饶恕那个人 你要仰望耶稣 放掉你的那种的心中的不满 那种的怒气 你必须要放 OK 刚刚 在做的时候 可能你还是不稳定的 OK 有时可以饶恕 有时不能够饶恕 那么你又不能够 一直的保持在那个阶段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选择 在每一次的环境中 都选择去饶恕他 使到你到一个阶段 外面不能够影响你 那个人怎么样的对你 你的生命有改变了 你的生命有主的信念 那么他们怎么样的得罪你 怎么样的讲你 你都不会受影响 OK 你已经稳定了 然后呢 你被上帝给你那一种信念 在你里面 饶恕人的信念在你里面 很强了 外面怎么样的人惹你 怎么样的人得罪你 你都不受影响 你还是能够站得稳稳的 不会生气他 不会给他激怒 你还是能够很坚定的 因为你的生命在里头 已经开始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建立 慢慢的坚定了 然后怎么样呢 你就能够成为 你就有这一个的意向跟使命 你懂得如何为主而活了 你的生命将会成为这个圆 这个光 在这一个的过程当中 你开始的时候十字架是很重的 十字架很重就是说 你在那个时候要原谅人是很辛苦 很苦的 很难的 你的十字架很重 慢慢你一直的操练 一直的操练 你的生命被主的话来改变 慢慢越来越成熟的话 你越来不受 你就不受外面的影响 你会怎么样 十字架对你来说 不重了 因为你里面已经很强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老我的生命 进到属神的生命 这个过程 我们必须要背十字架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感受 放下我们的情绪 放下我们该有的权利 我们才能够改变 不然的话 你改变不了 神的话跟你说 你要饶恕那个 你说我绝对不会饶恕到 我为什么要饶恕他 他不配我去饶恕他 这样对我 我哪里还可以这样去饶恕他 若是我们这样的话 不愿意放下我们的情感 放下我们应有的这个权利 来顺服神的话 你永远改变不了 十字架在你的生命中 还是这么的大 阿们 所以呢我们 灵命越强大的话 我们灵里面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越来越强大的话 十字架就越来越 越轻 OK 本来我们的十字架是这样大的 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就是我们用主的话 建立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越来越强壮 那么十字架就越来越轻 我们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十字架就变成没有问题了 如果你是五岁六岁你背这个十字架很重的 但是你到了三四十岁你已经有力了 你背这个十字架还会重吗 不会 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来建立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借着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来建立改变我们的信念 使到我们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稳定 越来越坚定的话 十字架对我们来说 是没有问题了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当我告诉你 当你不会游泳 我叫你去游泳 你是享受还是痛苦 很痛苦哦 不懂会正死没有哦 但是你会游泳的时候 我叫你去游泳 你是痛苦还是享受 享受 哇 这一个游泳是对我来说多么的享受 哇 我可以很自由的游 因为我会啦 所以呢十字架 当我们不愿意改变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OK 当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建立起来 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已经能够了 对我们来说 没问题 虽然是很不 很不 遇到一个 你不能够原谅 时常得罪你的人 在你面前 你都没有拉撒 为什么 因为你里面墙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这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 弟兄姐妹 OK 好 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耶稣 为我们背十字架 我们自己要背十字架 背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背我们的十字架 是意背我们做什么呢 为别人背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背 我们自己要背 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为别人背 我们怎样为别人背 十字架 我们来看 基督徒 是充满着平安喜乐 我们看到罪人的痛苦 被基督的爱来激动 就为罪人背起 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怎样为别人背 十字架呢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 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什么激励我们 什么激励我们 耶稣的爱激励我们 就是说来 给我们力量 因我们想一人 替众人死 众人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了 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 乃为替他们死 而互活的主活 今天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 神说我们不要只是为自己活 我们要为谁活 为 别人 而活 耶稣 为我们 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为别人而活 就是为别人背十字架 怎么样为别人背十字架呢 我们来看 OK 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我们要为别人背十字架了 OK 我们要如何为主使 为主放下呢 我们必须要谦卑 我们要为别人背十字架 我们必须要谦卑 OK 我们必须要我们的生命要为己 为主 要靠主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OK 不再持守自己的感受 我们要为别人而背十字架 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自己 为主了 我们现在是为主 我们靠主来为别人背十字架 我们要付代价帮助别人 悔改进入属神的 体系里面 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三到十四节 来我们一起念 你们要进 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 宽的 路是 大的 进去的人也 多 引到永生那个门是 窄的 路是 小的 找着的人也 少 所以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窄门 因为窄门才是引到永生 但是窄门很少人 进去 宽的门 很多人都进去 这个窄门是什么呢 他这一个字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进到神的国 我们必须要进窄门 就是我们要背十字架 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的主权情绪 我们自己 然后呢 我们要造神的话 我们要进到这个的窄门 要背这个十字架 现在我们已经背十字架了 现在我们要帮别人 因为悉到神的国要进窄门 我们怎样帮别人呢 我在这里 有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我们要帮助一个人 从属 是 进到属神 帮助一个罪人 让他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要为他背十字架 OK 比如说 你家人还没有信耶稣 OK 你家人没有信耶稣 那么你信了主了 你祷告 为他们祷告 你为他们祷告 你鼓励他们信主 他们不听 他们骂你 OK 你鼓励他们 你跟他说 耶稣是好的 耶稣能够帮着 他怎么样 他说我不信耶稣 甚至呢 他还骂我们 甚至还毁掉我们的东西 我们为了要使到 这一个人 从有罪 进到属神的体系 从不认识主 带他信主 这个的过程 我们可能会被他骂 可能被他 被他讲 被他背后 逼对我们 我们为了要让他 进到属神的体系 我们愿意 为他受这个苦 为他背十字架 这就是被别人 这就是被别人 十字架的意思 阿们 哈利路亚 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们要我信主 他们已经为我背了我的十字架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容易信主 我用尽我的方法来骂基督徒 我用尽我的方法来赶基督徒 我用尽我的方法来毁掉他们一些福音的单张 或者是彻子 我不懂 可能 很少 我知道呢 在我信主 服侍主 这么久以来 没有人跟我说 你来 我要信耶稣 快点 带我信耶稣 有没有这样 你们信主 有没有人叫人来 我要信耶稣 来帮助我 我要信耶稣 有没有 没有啊 我们都是怎么样 躲他们 藏起来 甚至人家来找 躲在门后面 OK 我们时常去传福音也是这样 他们闪我们 他们不要见我们 第一次见他OK 第二次 不见了 但是我们要放弃吗 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 你知道吗 我带年轻人信主的时候 我要带领这边年轻人来认识耶稣 我载了一分子 载了一班年轻人 那么在载他们年轻人 被他们 因为我的地方是很小的嘛 所以呢 我载他们年轻人来到教会 他们的父母一下子就知道 他们怎么样 就拦着我 拦着我 叫我 停 跟我说 你假如载我的孩子 去你的教会 我就要打你 在街上呢 这样多人看着我去胸 你知道吗 被骂了 但是我有没有因此不要 带他们信主呢 我没有 我甘愿被他骂 被他指到我这边来骂 我甘愿被他骂 我愿意背这个十字架 为他们背这个十字架 继续为他们祷告 去世的帮助他们 知道他们信耶稣 所以呢 这一个十字架容易吗 不容易 我在聚会的时候 带领年轻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 他们的爸爸来到教会里面 拿了头盔 做摩托吗 那个时候 他拿那个头盔 我的门 教会的门 他命令我进来又指着我 你跟我 立刻载他回去 不然我要毁掉你的教会 我有这样放弃吗 我愿意为他们 背十字架 我愿意为他们 背十字架 因为我们要帮助 这一些活在 属世体系的人 帮助他们 来认识耶稣基督 使到他们的灵魂 能够得救 所以呢 我感谢神 我们自己本身 要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才能够 为别人背十字架 所以呢 现在有没有 还有这样的事情 都有的 我们时时 有一些人 来到我们教会 骂我们 因为我们 载到他们的孩子 甚至一些 在家里 一些他们做母亲 很老的 他们的老母亲 我们去传福音 他们要信主 再来的时候 我们也被他的孩子 来骂 来教会骂我们 甚至有些 我们带一些 他们的太太 来信耶稣 回到家的时候 被丈夫打 而且呢 我们去拜访的时候 他抓住 那些衣领 将你抓住 黏在墙壁 你们有过这样吗 这些 我们愿意背吗 这个十字架 耶稣 今天这样多人 他们都是这样骂我们 我们要放弃吗 我们还是坚持的做 所以感谢主呢 我们当中今天在这里信主的 你不要忘记 已经有人为你们被认识之家 阿们 所以呢 今天我们大家要起来 要起来帮助那些 属世体系的人 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 活在属生体系里面 大家一起来背这个十字架 使到他们不至于沉沦 使到他们能够得救 阿们 我们的四周 还有许许多多 流离是锁的 是要我们去围他们被许之家的 在教会里面 比如说你在帮助一些的人 可能他有经济的问题 或者是 他有不饶恕的问题 你去跟他说 神的话讲 我们要去饶恕人 你这样教他的时候 他还骂你 他还讲你不好 你叫我去饶恕 你不懂 你不懂 你没有受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叫我去饶恕 其实 不是我们有没有受到 是神的话 叫我们要这样做 有时我们去这样做 教导那人的时候 他们还骂我们 冤枉我们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为他被许之家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付代价的时候 神就会 将这一个 得救的人数 加添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所以呢 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 谁曾知道主的心 既教导他 但我们有基督的心 我们要有基督的心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能够 以爱那一些 活在罪中的人 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做 我们要活出无几的生命 为主而活 背起这个十字架 好像耶稣一样 菲律比书第二章 四到第八节 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什么 别人的事 神给我们 你跟我这个的使命 使命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就是去 回他们 背十字架 让他们认识耶稣 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 耶稣做了 耶稣 他知道这条路是很痛苦 但是他愿意付这个代价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顺服到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感恩 有一个愿意为我们死 背十字架的耶稣 基督徒的十字架 我们一定要以主 基督的心为心 体贴神的意识 不要体贴属世的意识 我们愿意的被圣灵引导 为别人的罪恶受苦 背十字架 阿们 我们愿意为别人背十字架吗 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神的救恩 我们愿意 你愿意为你的家人背十字架吗 你的家人还有很多 没有信耶稣的 你的周围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甚至你是老板 你的员工 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 你愿意为他们背十字架吗 我们要愿意的话 我们就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建立基督的生命 一个新的十字架 我们要背十字架来建立我们的基督的生命 刚才会讲到饶恕 OK 饶恕 或者是讲到奉献 这一些 我们愿意为了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 能够成为这个的信念 我们愿意背这个十字架 传福音的十字架 唯意收骨的十字架 这些都是我们要背的 唯的是要使到我们罪人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 唯的是要帮助那些人进窄门 因为去到神的 去到神国度的是进窄门 帮助这些人进窄门 因为世界的路是宽大的 很多人走 但是走向灭亡 我们要帮助一些人回到神的国 灵魂能够得救 我们要起来背十字架 帮助他们来进这一个的窄门 讲背 刚才的经文 在路加军9章23 我们要讲背十字架 讲背 一个月背一次 一年背一次 讲背 天天背 天天背几十字架 圣经告诉我们说 天天背几十字架 在每一次的挑战 一困难中背几这个十字架 所以呢我们要选择舍己 才能够活住无己 一个无己的生命 无己 没有自己的生命 就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舍己 放下我们自己 没有短路 耶稣都这样做了 耶稣都这样做了 更何况是你 跟我 ok 所以我们要天天的背 遇到每一个挑战 每一个问题 我们都要 愿意 受苦 付代价 以帮助他们 使到他们认识 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天天背几十字架 为主的名额 背十字架 经历上帝的信使 一大能 永远与主同坐王 在曲事录 三章二十一节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神要我们将来 以主同坐王 但是呢 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要 为主的名 而背这个十字架 所以我们的生命 若是我们 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话 我们还有许多的 老我旧的生命在里面 你说我们能够 回到神那里吗 不能的 ok 所以呢 我们的基督的生命 要被建立起来 使到我们能够去帮助 别人被十字架 在我们当中 我们周围 我们的邻居 我们还有许多的人 走在这个的宽路上 走向灭亡 每一天 多少人走向灭亡 我们不要我们自己 信了耶稣就好了 别人让他走去灭亡 我们要真正的知道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因着他的爱 我们愿意不只为自己的事 我们也要为别人的事 为别人被十字架 你帮助一个人 可能你要花卉一些的金钱 你的精力 或者是你的才干 你的时间 为了要引导这一个人 更加的爱主 更加的能够得到这个的救恩 你愿意为他背吗 所以呢 今天晚上的我要挑战大家 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 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你呢 我们有没有愿意 为了自己 背十字架呢 为了自己要 完全神的救恩 在我们的生命中 将来与主同坐王 我们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吗 第三 我们愿意为别人背吗 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那我们看到 这一个的需要 我们不是只是 自己得救而已 OK 我们乃是要 看到有更多的人 特别是我们最亲的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还有许许多的 不认识的 你孩子可能还不认识耶稣 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亲朋亲友 还有很多的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愿意起来 为他们背十字架 哈利路亚 让我们站起来 这个时候 神的灵在我们当中 神要在我们当中 来做奇妙的工作 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 神要我们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神要我们不单 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今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救恩 耶稣已经为我们背了这个十字架 今天你愿意为别人而背吗 在你还没有为别人背之前 你自己的生命 必须要改变 你自己的生命改变 才能够影响人 你生命要改变的话 你必须要放下 背十字架 才能够影响别人 不然的话 你生命还是这样的 你信主还是没有改变 还是不愿意改变 还是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 还是坚持你的立场 还是有这个骄傲的心的话 你永远帮不到别人 你自己也不能够帮到自己 哈利路亚 仰望耶稣这个时候 敬拜赞美团 不在啊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刚才你们有唱 我们一起在唱诗歌的时候 仰望神 这个时候你要回应神的时候 基督姐妹 我们不是来听了就回去 很重要的我们要回应神 今天你站在神的面前 你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吗 你愿意将你那老我的生命 你愿意舍己 舍掉你老我的生命 愿意背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吗 来改变你的个性 使到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能够为别人背十字架吗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你回应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神要我们能够成为 他所使用的去面 神要兴起我们 使到我们能够在他的手中 成为那合用的去面 若是我们今天不能够被神用 我们将没有用 我们要真正的兴起 被神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自己回应神 神跟你说话 你要顺服 神才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来到你面前 全心向你称谢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 是的耶稣 我单单属于你 我单单属于你 主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 神明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有财宝和金银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祷告 唯一的福旧 是你的愿望 我权送了我 欠伤了所有 欠我这一生 曾为你取名 来完成你旨意 我来到你面前 我全心 全心向祢诚写 耶稣 你如此的爱我 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的属于你 我单单属于你 主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在这里 财宝和金银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祷告 唯一的不朽 是你能约纳我 献上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取名 来完成你自己 愿我这一生 主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财宝和金银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主我在这里 唯一祷告 唯一的不朽 是你能约纳我 献上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取名 来完整你自己 来完整你自己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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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bagasik edekedekediyakaramba ekediyakada bakasikidiakarabagashandai ohanakarabagashandai singbai tawai shan aleluya ohanakaribakariba iangarabagashandariyo 欣佑的临着我们当中 神叫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回应祂的灵 神的灵在我们当中 祂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顺服 祂能够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从这个属世的 老我的那种的心 帮助我们 使到我们能够活住基督的生命 只要我们肯放下舍己 神就会来帮助我们 来建立我们 今天你愿意放下你自己 使到神的生命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成形吗 使到神能够帮助你活住他基督的生命吗 你愿意的舍己吗 你愿意的放下吗 因为神要使用你跟我的生命 来为别人背这个十字架 使到有更多的人 从这个的罪恶中 进到神的祝福 从捆绑中 得自放 从压制中 得自由 今天神要使用你跟我 你愿意被神使用吗 你愿意改变你自己 你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 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背别人的十字架吗 你愿意的话神要来帮助你 神要来借助你成就他没有的旨意在我们当中 你愿意的话这样的手举向神 让神来看见 让神来帮助你 让神来兴起你 我们被拯救 我们的目的 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使用我们 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祂愿意为我们被死之架 祂愿意放下自己的情感 祝全 今天你愿意吗 哈利路亚 是的主哈利路亚 主耶稣你看到我们当中 那些愿意那些谦卑的主耶稣 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来使到神你的旨意借助我们来成就在我们当中 主啊你亲自的加添你的力量 加添你的智慧 加添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靠主来背死之架 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 为别人背死之架 谢谢你主耶稣 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神的去美 让我们神的心情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这个城市 在我们这个教会 谢谢你主耶稣 荣耀你自己的名字 让我们今天所立定的心智 所做出的祷告 神你必定为我们成就 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 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愿意的 祝福我们当中 使用我们 荣耀主你自己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将荣耀归为给耶稣 阿利路亚 祝福我们先拍照 帮我们转发 祝福我们先拍照 segu注肥梦 帮我们先拍照 我们再拍照